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概述 首先让我们谈谈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乘坐的那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F-16战斗机 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 这架F-16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未来空战中的潜力 这不仅标志着军用航空领域自隐形技术引入以来的最大进步之一 而且还揭示了美国空军计划部署超过1000架由人工智能支持的无人驾驶战机的宏伟蓝图 这场试验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飞行的能力 还证明了它在决定是否发射武器时的潜在作用 尽管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担忧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防长们如何加强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 这四国的防长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会晤 商讨了进行更多海上演习和向菲律宾提供安全援助的计划 这次会议是继今年4月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联合海上巡逻后的进一步合作 显示了这一小分队在确保区域安全方面的决心 最后我们转向美国国内讨论特朗普的可能回归对韩国和辩论的影响 随着特朗普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与拜登竞争 他最近的言论重新点燃了韩国关于发展和武器的讨论 特朗普对美军在韩国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 并暗示首尔应该为美国的保护都支付更多费用 这使得一些韩国政治人物和公众人士重新考虑 韩国是否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库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历史性的飞行 美空军部长呈人工智能战斗机起飞体验空战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正午的交扬下 一架试验形成白色F-16战斗机带着熟悉的轰鸣声声空 这是美国空中力量的标志 但接下来的空中格斗却与其他空战不同 这架F-16是由人工智能 AI而非人类飞行员控制的 坐在前座的是美国空军部长 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 人工智能标志着自20世纪90年代初 引入隐形技术以来 军用航空领域最大的进步之一 美国空军也积极投入其中 尽管该技术尚未完全被开发出来 但空军正在规划一支 由人工智能支持的 超过1000架无人驾驶战机组成的机队 其中第一架将于2028年投入使用 这场试验性的空战 安排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Edwards Air Force Base 实在合适不过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沙漠设施 查克·叶格尔·查克·叶格尔 曾经在这里突破了因素 军方也在这里 孵化了最机密的航空航天进步 在保密的模拟器和多层监视 屏蔽的建筑物内 新一代试飞员 正在训练人工智能代理 在战争中飞行 身为美国空军最高文职领导人的肯德尔 前往该基地 观看人工智能的实时飞行 并公开声明 对其未来在空战中的作用 充满信心 不拥有它会带来安全风险 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拥有它 肯德尔在着陆后 接受美联社 The Associated Press采访时说道 美联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获准观摩这次机密飞行 但条件是在飞行完成之前 不会进行报道 这是出于操作安全考虑 这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名为维斯塔 Vista的F-16 以每小时超过550英里的速度 搭载着肯德尔 对它的身体 施加了5倍于重力的压力 它与第二架有人驾驶的F-16 几乎正面交锋 两架飞机彼此相距不到1000英尺 不断扭转和盘旋 试图迫使对方陷入异受攻击的境地 长达一小时的飞行结束后 肯德尔笑着离开驾驶舱 他说他在此刻飞行过程中 有了足够的见识 他相信这个人在学习的人工智能 有能力决定是否在战争中发射武器 由人工智能自主发射武器的想法 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均被控制专家和人道主义组织深感担忧 人工智能有一天 可能能够在不与人类进一步协商的情况下 自动投掷炸弹来杀人 因此他们正在寻求对其使用 进行更严格的限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警告说 在把生死攸关的决定权 交给传感器和软件的问题上 存在着普遍和重大的关切 该委员会指出自主武器 是令人关切的直接原因 需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政治回应 肯德尔说 当使用武器时 系统中总会有人监督 军方转向人工智能飞机 是由安全、成本和战略能力驱动的 例如 假如美国和中国最终爆发冲突 由于双方在电子战、太空和防空系统方面 都取得了进展 目前由昂贵的有人驾驶战斗机 组成的空军机队将变得脆弱 中国空军正在数量上迅速超过美国 并且还正在组建一支 无人驾驶飞行武器战队 未来的战争场景 设想美国无人机群 对敌方防御系统进行先期攻击 使美国能够再不给飞行员生命 带来高风险的情况下 渗透空域 但这种转变也是由金钱驱动的 美国空军仍然受到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生产延误 和成本超出预期的困扰 该战斗机的成本估计为1.7万亿美元 肯德尔说 更小 更便宜的人工智能控制的 无人驾驶飞机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维斯塔的军方运营者表示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 拥有像他这样的人工智能 喷气式飞机 该软件首先在模拟器中 学习数百万个数据点 然后在实际飞行中测试其结论 然后 真实世界的性能数据 被放回到模拟器中 然后人工智能对其进行处理 以了解更多信息 中国拥有人工智能 但没有迹象表明 他已经找到了 在模拟器之外 运行测试的方法 维斯塔的试飞员表示 就像初级军官初学战术一样 有些课程只能在空中学习 首席试飞员比尔 格雷 Bill Gray 说 在真正飞行之前 这都是猜测 他说 你越晚弄明白这一点 你就会越晚掌握有用的系统 维斯塔于2023年9月 进行了首次人工智能控制的空战 此后仅进行了大约20多次类似的飞行 但该程序从每次交战中学习的速度非常快 以至于在维斯塔上测试的一些人工智能版本 已经在空中格斗中击败了人类飞行员 该基地的飞行员意识到 在某些方面 他们可能正在训练他们的替代者 或塑造一个 不需要这么多人类飞行员的未来架构 但他们也表示 如果美国没有自己的人工智能机队 他们就别想在空中对抗 拥有人工智能控制飞机的对手 我们必须不断奔跑 而且必须快跑 肯德尔说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发自加利福尼亚州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报道 美日澳飞防长第二次会晤 印太抗中小分队见成型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罗伊德奥斯汀 星期四 5月2日会晤了来自日本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 并表示 四国将考虑进行更多的海上演习 军事专家认为 虽然印太地区难以成立北约 NATO 试得正是多边军事联盟 但是建立灵活的小多边 安全架构将有助于有效抵御的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 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扩张 美日澳非联系紧密 小分队建行程 5月2日 奥斯汀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 与澳大利亚 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会晤后强调 今天的会议是第二次此类会议 有助于推进这四个民主国家 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 奥斯汀宣布 我们希望在我们四个国家之间 开展更多海上演习和活动 我们还希望向菲律宾提供协调一致的安全援助 以增强互操作性 并帮助菲律宾实现其国防现代化目标 随着中国不断挑衅 升级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 美日奥菲的国防部长们 首次在2023年6月 与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会面 今年4月 四国又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进行了联合海上巡逻 据美国媒体《时代》杂志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 私下将美日奥菲的新兴地区伙伴关系 昵称为战术小分队 Squad 报道说 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讨论 Squad时表示 该小分队 旨在应对整个亚洲地区的胁迫和挑衅行为 并确保各国军队之间的防御能力 日益具有互操作性 以便在冲突事件中 更有效的协同工作 北京不负责任 美日奥菲被迫形成统一战线 星期二 4月30日 中菲在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 Scarborough Show 中国称黄岩岛 再次发生冲突 两艘菲律宾船之因中国海警 使用高压水枪而受损 菲律宾星期四 再度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副大使 抗议北京的行为 在三月份的类似事件中 至少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 谈及上个月 四国在南中国海开展的海上 合作活动 奥斯听说 这样的活动 不仅加强了我们的互操作性 还建立了部队之间的联系 他 这样的活动 强调了我们在南中国海 对国际法的共同承诺 我们已经向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人明确表示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行为 将菲律宾船员置于危险之中 导致水手受伤 财产受损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说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彼得·莱顿 Peter Layton 对美国之音表示 迄今为止 美国似乎还不确定 如何具体应对中国 对菲律宾的侵略 言语可以说明情况 但现在需要采取适当的 行之有效的行动 中国会很高兴 其他国家表现出对他的恐惧 并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通过制造恐惧 来寻求别人的尊重 他担心 鉴于中国针对菲律宾的行动 受到区域国家的抵制有限 中国的危险行动 例如使用高压水枪 可能会扩大 针对其他东南亚国家 中国可能会更加大胆 不过 莱顿认为 此次四国会议 虽然向菲律宾保证 其他印太国家 将支持菲律宾抗中的行动 同时也向东盟 台湾和韩国等 其他盟友和伙伴传达支持 莱顿说 中国在南中国海 对菲律宾越来越咄咄逼人 中国选择在四国防长会晤 进行期间 故意采取了此类行动 应该是想 证明美国在帮助菲律宾方面 无能为力 他说 四国国防部长 应该是希望能建立一个 强有力的统一战线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 副教授庄家颖 J.E.N. Chung 告诉美国之音 美日澳飞会议 有助于针对中国使用武力 和胁迫追求在南中国海 东中国海 和台湾的领土主张的做法 做出更加协调和有效的反应 如果北京的行动 招致菲律宾 日本和美国的介入 北京可能必须弄清楚 它能接受的升级程度 这可能与其对 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提出主权要求的努力 尤其相关 他说 日澳军事能力壮大 菲律宾成短板 澳大利亚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理查德 马尔斯 Richard Morlis 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 与美国的联盟 一直是二战后 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基石 而如今 澳大利亚与日本 和菲律宾的安全关系 从未如此密切 他说 尽管四国各自间的 双边关系非常密切 但四国共同行动 具有力量和意义 马尔斯表示 澳大利亚和日本 菲律宾 谈到了基于相互准入协定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后防物演习节奏的加快 澳大利亚与日本和美国 签署了国防科技的研究 开发 测试和评估安排 并且讨论了各国如何 在菲律宾的活动方面 进行更多协调 日本也正在与菲律宾 进行相互准入协定的谈判 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仁 在记者会上指出 该谈判的早日完成 将进一步激活和活跃 菲律宾和日本军队的 双边联合演习和训练 澳大利亚上星期 宣布了新的国家防御战略 承诺在未来十年内 将国防支出增加20% 日本政府将2024财年的 国防相关预算 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 并计划发展长城打击能力 从四国军事能力的角度来看 庄家营指出 菲律宾需要更多投资 才能追赶上其他国家的水平 首先 菲律宾需要发展应对胁迫的能力 可能需要日本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援助 美国的外军事融资 赠款援助计划将在未来五个财年 直至2029年 每年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 和赛 曼努埃尔 罗姆亚尔德斯 Jose Manuel Romualdez 上个星期天 对菲律宾媒体表示 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使菲律宾武装部队 在未来几年内 能够应对西菲律宾海 又称南中国海的任何威胁 这些援助将逐步到达 但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 会见到全部结果 我们预计在小马克思总统 Fernand Marcos Jr.的任期结束前 2028年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将完全做好防御态势和战略准备 我们现在正在与美国一起努力 美日澳飞联手 可以将中国困在第一 岛链 星期五 5月3日 奥斯汀将主持 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权移交仪式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约翰 阿奎利诺 John Aiklion 将离任 由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萨缪尔 帕帕罗上将 Samuel Pepero 接任 阿奎利诺近期多次对外谈及 对中国的担忧 并在3月份的国会证词中表示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仍争取在2027年之前 具备武力侵台的能力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莱顿指出 如果中国武功台湾 美日澳菲四国 可以共同努力 加强第一 岛链 的防御 并防止解放军海军 突破太平洋 这将把中国的军事力量 限制在第一岛链内 并防止解放军海军 从东部封锁 或攻击台湾 他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家颖表示 美日澳菲四国 是否在政治上准备好 进行更紧密 更正式的安全合作 仍有待观察 就算没有严格的 共同防御的承诺 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可能会有所帮助 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 可能是如何发展 足够强大的合作和能力 而又不会不必要的激怒中国 并引发失控的升级 他说 小多边 蓬勃绽放 美日飞澳小分队 指示 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 建立的多个灵活的小 多边 安全架构的一个 此前 美国与澳大利亚 印度和日本 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 QAWD与澳大利亚 英国建立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今年4月 美日飞首脑在华盛顿会晤 加强了美日飞三方机制 去年夏天 美日韩代维营峰会 成功渗化了美日韩的 三边安全关系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的 莱顿指出 从印太地区的 安全架构来看 目前成立类似 北约的正式 多边安全机制的 可能性仍然不大 但是冷战期间的 反共联防体系 东约 东南亚条约组织 SITO 可提供值得参考的 历史栏本 北约是一个特例 其条约基础 与太平洋地区的 轴幅条约体系 截然不同 创建太平洋地区的 北约需要新的条约基础 并对所有参与者 进行非常重大的改革 但目前 印太地区的 条约基础 允许创建类似于 1954-1977年 东南亚条约组织 SI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东约 曾为牵制亚洲 共产主义势力而建 虽然名字中含有 东南亚 但该组织的 八个成员国中 只有泰国和菲律宾 位于东南亚 其他成员国 则包括澳大利亚 法国 新西兰 巴基斯坦 英国和美国 东约 设有秘书长 成员国代表理事会 以及经济 保安和咨询事务委员会 但是缺乏北约的 联合司令部 东约 组织1977年解散 莱顿解释说 由于东约常规部队 和联合司令部 没有牙齿 但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今天依然有用 他说 尽管这个新组织 可能很小 但它的成立 会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 即美国及其盟友 将站在一起 如果地缘战略环境恶化 可以在此基础上 不断扩大 通过邀请 同为美国条约盟友的 泰国加入 可以使其更具区域包容性 美官员 中国洗钱组织 十年前不为人知 今天是全球洗钱活动的 主导力量 美国之音中文网 多位美国官员 本星期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 描述了中国的洗钱组织 如何通过各种手段 从十年前 还不为人所知道 如今成为全球洗钱活动的 主导力量 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 首选洗钱机构 从而在美国的 分泰尼危机中扮演了 关键的角色 官员表示 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 正在采取行动 以应对这些组织构成的威胁 中国洗钱组织 Chinese Money Laundering Organizations CMLS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从不为人知到今天 已然主导了全球的 大部分洗钱活动 美国国土安全部 国土安全调查局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代理助理主任 李卡多 马约拉尔 Ricardo Mero 这个星期 在参议院国际麻醉 品管制和新小组举行的 听证会上 告诉在场的参议员 国土安全调查局的 优先任务之一 是调查与非法 毒品贸易 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动 相关的大规模 国际洗钱阴谋 自2018年以来 美国财政部就发现 在洗白毒品贩卖 收益方面 中国的洗钱组织 日益盛行 中国的洗钱组织 优势多 威胁越来越大 财政部负责 恐怖主义 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 布莱恩 纳尔逊 Brian Nelson 在证词中说 中国的洗钱组织 为不法分子 提供了多项优势 这些洗钱者 与外界隔绝 组织架构分散 而且依靠散居海外的 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开展业务 使得他们很难 被执法部门渗透 他们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对美元的需求 与跨国犯罪集团 在美国供应 大量美元的能力之间的 国际共生关系 中国的洗钱组织 能够跨境转移价值 不需要使用正式的金融系统 这给检测和破坏 他们的行为 带来了挑战 他说 这位财政部官员 在听证会上表示 根据他们的评估 通过收取较低的费用 提供损失担保 以及简化洗钱流程 中国的洗钱组织 已成为美国金融体系 面临的最大洗钱威胁之一 中国的洗钱组织 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首选 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 高级顾问肯普 切斯特 Camp Chester 也表示 总部设在中国的洗钱组织 已成为墨西哥贩毒组织 将资金转移到 世界各地的首选专业洗钱机构 而中国实施的 严格的资本控制政策 促使中国的地下银行系统 和中国的洗钱组织 提供的服务 得到更多的利用 这些服务 使墨西哥的贩毒组织 能够利用中国拥有的企业和金融账户 为洗钱提供便利 国土安全调查局的代理 助理主任马约拉尔说 中国的洗钱组织 是打击包括墨西哥贩毒集团 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 最令人担忧的新威胁之一 墨西哥贩毒集团 和其他跨国贩罪组织 依赖中国的洗钱组织 以洗白他们的非法所得 在美国运作的中国洗钱组织 充当外币兑换中心 使跨国贩罪组织 得以把来自其犯罪活动的美元 换成外币 通常 他们利用执法当局 无法涉足的加密应用程序 进行交易 使得贩毒集团 和中国的洗钱组织 能够迅速 悄无声息地 转移大量赃钱 马约拉尔说 中国的洗钱组织的 洗钱手法 花样繁多 并利用高科技 美国司法部基督局 运营主管 威廉姆 金贝尔 William Kimball 在听证会上 也谈到了中国的洗钱组织 为墨西哥贩毒集团 洗钱的各种方法 包括利用中国的地下银行系统 可转换的虚拟货币 大宗运输和储存大量货币 以及购买房地产 和其他财产 以分散和掩盖 其鬼鬼祟祟的活动 在我们的调查中 基督局目睹了 中国的洗钱组织 成为与西纳罗亚 和哈利斯科贩毒集团 合作洗黑钱的 主要犯罪集团的演变趋势 中国的洗钱组织 与墨西哥贩毒集团之间的关系 为在美国大多数大都市地区 运作的完善的洗钱网络 提供了渠道 这些复杂的网络 与全球业已建立的贸易实体 结合在一起 包括中国的进出口 他说 美国执法部门的官员表示 中国人的地下钱庄活动 在美国的崛起 主要归因于 中国政府对其公民实施的 严格货币管制 中国法律限制 中国公民向境外转移的资金 不超过5万美元 这促使试图规避 货币限制的中国公民 越来越依赖 中国的洗钱组织的服务 来获得美元 国土安全调查局的官员 马约拉尔描述了 中国的洗钱组织的各种具体的洗钱手段 中国的洗钱组织 使用多种复杂的洗钱技巧 来帮助中国公民 规避中国的货币管制 包括使用中国的地下钱庄 这个地下银行系统 涉及把需要汇往海外的金额 汇到由中国的洗钱组织 控制的一个当地银行账户里 然后 该组织安排 向汇款人选择的银行账户 进行对等支付 或镜像转账 中国的洗钱组织 使用这种镜像转账 让为跨国走私集团洗钱 比其他专业的洗钱组织的速度更快 成本更低 他说 尽管美国银行隐私法规定 对于超过1万美元的交易 金融机构必须提交所谓的 可疑活动报告 但是不法分子 可以使用拆分洗钱法 即把大额金融交易 分成较小的交易 使每项交易 都低于催生可疑活动报告的金额 以逃避监管机构 或执法部门的审查 中国的洗钱组织 使用钱罗和银行内部的人为之洗钱 马约拉尔说 中国的洗钱组织 还想出了拆分洗钱法之外的其他对策 两个主要的对策 是使用钱罗 及犯罪集团雇佣的人 这些是那些 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 他们中的很多人 是干体力活的人 厨师等等 被贩毒集团和中国洗钱 组织雇佣 使用虚假的高质量的中国护照 和虚假身份 开立银行账户 这样如果银行发现可疑活动 就会提交报告 而问题是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人 并不存在 他们正在使用的另一种方法 是内部威胁法 他说 这位官员说 他们碰到了一些案例 即中国的洗钱组织 贿赂不同银行分行的人 在他们使用假的中国护照 开设银行账户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帮他们核实 他们开设的账户 是否受到执法部门的监测 这位官员说 洗钱组织把自己的人 安插到银行的分行 不仅可以监测这些账号 还可以在账户开设后 更改这些账户上的地址 和电话号码 如果银行打电话来联系客户 在另一端接电话的人 是洗钱组织自己的人 这位官员表示 由于中国的洗钱组织 拥有独特的能力 可以将网络分门别类 并从移居世界各地的 华人社区内部招募人员 而且有能力利用监管漏洞 并迅速改变运作方法 缉毒局认为 中国的洗钱活动将继续扩大 美国人正在经历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毒品危机 缉毒局的数据显示 2022年 美国死于毒品的人数为 107,941人 2023年 估计有11万人 每天近300名美国人的死 与毒品有关 近70%的毒品相关死亡案例 涉及非法芬太尼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的 前主席斯麦克 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以及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众议员 拉甲 克里希纳莫提 Raja Korsnamurti 5月1日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 芬太尼每天导致200多名美国人丧生 相当于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 每天坠毁 并导致机上所有人丧生 我们知道 中国在这一悲剧中 扮演着令人吃惊的核心角色 文章说 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 高级顾问切斯特 2022年7月 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 自从中国在2019年 通过了正式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 纳入药物管制范畴的立法之后 从中国直接运往美国的芬太尼 和芬太尼相关物质 几乎减少为零 但是墨西哥的跨国犯罪组织 主要是西纳罗亚贩毒集团 和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 其附属组织 开始成为生产和分销 美国境内非法芬太尼的 最主要操作方 而这些贩毒集团 用来生产非法芬太尼的 潜体化学品 几乎全部源自中国 洗钱组织的措施 美国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和财政部的官员都表示 他们正在采取措施 打击中国的洗钱活动 以及非法毒品供应链 国土安全调查局的官员说 在打击非法毒品贸易方面 该机构在2023财政年度 逮捕了2474人 其中1579人被刑事起诉 842人被定罪 还没收了4.57亿美元的 非法货币和其他资产 在过去的10年里 该执法部门的调查 导致超过26亿美元的 非法所得被没收 司法部基督局的有关项目 从2000年以来 已扣押了约56亿美元的 现金和资产 并在美国和国外 逮捕了14000多人 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说 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实施一项 打击芬太尼的战略 破坏芬太尼贩运网络 包括中国的洗钱组织 他举例说 2023年10月 财政部指定了28个实体和个人 以扩大司法部 对其涉及非法贩运毒品的中国公司 提出的八项起诉的金融影响 财政部的战略 还包括与中国当局 进行直接的接触 通过美中进毒工作组 以及新成立的财政部 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合作 与交流机制 以更好的分享信息 来解决各自金融体系中的 非法金融活动的问题 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 高级顾问切斯特说 21世纪的非法毒品供应链 是一个多国 动态和复杂的问题 其中包括公共和私营实体 合法商业架构 以及利用全球经济所依赖的 金融和银行系统 来助长非法收益和协助者 因此 拜登政府破坏这一供应链 和遏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战略方针的一个关键重点是 打击协助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金融机制和个人 拥有常设委员会地位的 参议院国际麻醉品管制 和新小组的主席 预算委员会主席 谢尔登 怀特豪斯参议员 Sheldon Whitehouse 在听证会上表示 面对这一威胁 美国及其国际伙伴的反应 相对迟缓 这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 跨党派议案 旨在建立一个跨境金融犯罪中心 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以协调联邦金融犯罪调查 和与美国边境 特朗普的可能回归 重新燃起了韩国的核辩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过去一年中 韩国为加强美韩同盟 而采取的措施 抑制了韩国国内 获取核武器的呼声 但在美国前 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可能回归之际 韩国获取核武器的呼声 再次浮出水面 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 特朗普似乎正与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 展开激烈角逐 本周 特朗普发表了 被许多韩国媒体解读为 威胁要从韩国撤军的言论 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 特朗普哀叹美军处境岌岌可危 他指的是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并表示 首尔应该为美国的保护 可支付更多费用 特朗普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某个国家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他在采访的其他部分还说 美军 在很多地方都不应该驻扎 这种言论并不新鲜 特朗普长期以来 一直质疑美军 在韩国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特朗普的支持者称 特朗普的言论 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目的是说服韩国 为接纳约28500名美军 支付更多费用 他们坚称 特朗普并不打算放弃首尔 韩国人似乎对特朗普的态度不太确定 他曾表示 在美军驻扎在韩国的问题上 可以两可 许多人还担心 特朗普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达成协议 从而实际上承认 朝鲜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库 但是有限的 连任五届的保守派议员尹向健 在本周的脸书 Facebook 帖子中说 保守派的韩国报纸 也开始发表文章 重新评估拥有核武器的想法 这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担忧程度非常高 首尔一家与政府 有联系的智库的 一位研究员表示 他支持韩国在特定的 特朗普相关情景下 考虑拥有核武器 几乎每个研究机构 都有一个关于准备 特朗普政府的项目 这位研究员说道 许多人包括那位祝首尔的学者 在公开表明 他们获得核能力的开放性时 都持谨慎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 没有多少激励去发表 可能会激怒韩国过去70年 依赖保护的当前 或潜在领导人的言论 公众支持 如果韩国真的决定发展核武库 这个决定将带来巨大的经济 生育和地区安全风险 分析人士警告称 这样的举动 不仅可能扰乱韩国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还可能促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寻求核武器 此外 它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制裁 并几乎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 民意调查始终显示 60%至70%的韩国人 支持他们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即使是许多国家安全专家 他们可能更清楚后果 也支持这样的举动 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本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34%的韩国精英支持获取核武器 调查发现 如果特朗普在11月份获胜 这种支持可能会显著增加 金剑将在不久之后 开始在韩国国民议会任职 此前 他曾担任该国最高和问题特使 他表示 考虑到朝鲜正在发展战术核武器 他完全能够理解 希望拥有核威慑力量的情绪 但是金剑并不主张获取核武器 相反 他表示 重要的是 要让韩国公众确信美韩联盟 已经做好了准备 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去年1月 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暗示南北韩安全局势恶化时 韩国可以轻易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引起了全球关注 当时 韩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浪潮 主要是保守派学者 前官员 和其他评论人士 呼吁拥有核武器 安抚 在尹熙悦和拜登去年4月达成的 《华盛顿宣言》文件中 同意加强美国对韩国的国防承诺之后 这些呼声就消失了 在声明中 美国承诺向韩国部署更多战略资产 如可携带核武器的潜艇 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 作为回报 韩国重申将不寻求核武器 首尔梨花大学教授朴元健表示 问题是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他可能会破坏延伸威慑的基本支柱 及部署战略资产和联合军事演习 在担任总统期间 特朗普经常抨击他所称的 与韩国的挑衅性和昂贵的军事演习 在2018年6月 与金正恩的首次峰会期间 特朗普单方面暂停了他所称的 与韩国的战争游戏 这让首尔的一些观察人士感到震惊 直言不讳 朴教授表示 前特朗普官员近期的言论 也引发了人们对华盛顿 对韩国政策的重大变化的担忧 前五角大楼高级顾问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最近对美国之音韩鱼族表示 韩国的核武装不应再被视为禁区 科尔比说 核扩散是一件坏事 即使对我们的盟国也是如此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抉择的世界 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考虑 科尔比被认为是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中 担任顶级国家安全职务的主要候选人 在采访中 科尔比还表示 如果朝鲜能对美国城市进行核攻击 美国可能无法履行对韩国的防御承诺 科尔比说 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思维之间有清晰的认识 以便制定一项战略和不属力量的计划 来有效地减轻朝鲜的威胁 尽管长期以来的分析人是一直质疑 美国是否真的会牺牲美国的一个城市 来拯救其盟友的城市 但科尔比的言论 与拜登政府官员的言论 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者经常强调 美国对首尔的防御承诺 是牢不可破的 这些简单的陈述可能严重削弱了美国捍卫盟友的承诺 朴元健说 预计如果这种评论持续下去 将在首尔引发巨大的和倡议浪潮 动真格还是说书而已 并非所有特朗普的盟友都支持韩国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亚利克斯·格雷 就是反对者之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格雷否认了特朗普应该成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任何美国盟友 获取核武器的理由的说法 格雷说我真的鼓励每个人都看一下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 不仅是媒体报道也不仅是语言和声明 在格雷看来 特朗普只是试图在军事费用分担谈判中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 以使联盟对美国更加有利 但格雷也暗示未来可能会出现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上周美国和韩国官员启动新的军事费用分担安排的早期谈判之后 这距离当前为期六年的协议到期还有二十个月 格雷说这些谈判被一些媒体描述为试图防范特朗普联盟的举动 这显示了对特朗普的不尊重 罗伯特·拉普森曾在特朗普任期间担任美国驻首尔的高级外交官 他表示进行成本分担谈判以及其他旨在 减轻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任期风险的 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也存在风险 他说我建议韩国官方不要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 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不一定对特朗普有益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的预防性行动 不过拉普森告诫任何人不要对特朗普可能对韩国采取的行动感到过于肯定 关于可能的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他说 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站主任东亚地区事务记者 当选总统在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民主党人拜登现在被称作当选总统 这是一个描述性称呼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 因此拜登现在没有政府权利 他要在2021年1月20日中午十分就职之后才有权利 美国新闻机构追踪报道选票点算 在11月7日判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得票优势地位不可超越 因此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从而可以成为总统 在判定他的得票优势地位几分钟之后 各主要媒体预测他为总统选举获胜者 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诸多新闻机构 称拜登为总统选举的 预测的获胜者 有时候在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选举中 新闻机构做出这种预测 对方的候选人不承认败选 特朗普总统就是这样 他指责有选举欺诈 并表示要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他的立场使美国国会议员处于分裂状态 共和党人支持对他们所称的选举欺诈问题 进行法律调查 但同时又庆祝他们的候选人 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 争议何时解决 美国选举结果将在几个星期之后 才会正式确认 与此同时 法庭挑战和某些州选票 重新点算可能发生 截至目前 特朗普行政当局 还没有提供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选举欺诈证据 但现在还有时间提出更多的法律挑战 一旦各州认证了投票结果 宣誓将按选民意愿投票的选举人 12月中旬将在选举人团投票 国会将在1月上旬 也就是在总统就职日前 大约两个星期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加拿大官方调查结果 发现外国干涉选举的证据 但投票结果并未受影响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周五 5月3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 加拿大的一项官方调查 发现了外国干预加拿大过去 两届联邦选举的证据 但是投票结果并未受影响 选举制度是强健的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之前坚称 中国试图干涉选举 但是并未成功 这份中期报告的结论 证实了特鲁多的说法 负责调查外国干预的委员会 将在今年年底 发布最终报告 北京一再否认 有任何干涉选举的行为 领导只想独立公开调查的专员 玛丽 乔西 霍格 Marie Jose Hogue 说 外国的干预行为 确实在过去两届联邦大选发生了 但是它们没有破坏 我们选举制度的完好性 外国干预委员会 去年由特鲁多政府成立 当时特鲁多政府 受到了来自反对党议员的压力 他们对媒体报道的 中国可能干涉选举一事 感到不满 该委员会的任务 是调查外国干预2019年 和2021年选举的指称 霍格在一项声明中说 我们的制度仍然是良好的 选民们能够投下自己的选票 他们的选票 得到了应有的登记和统计 没有任何迹象 事宜在这方面出现了任何干预 然而 所发生的干预行为 是我们选举进程的一个污点 并影响了实际投票之前的进程 他说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发自沃泰华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